耶 耶 二零二新年快樂 参加民眾陸續出發沿著將軍步道 一路走到坪丁里的七谷神木 沿途可以欣賞自然美景 有助身心靈的健康 在二零二二年的第一天 用雙腳踢自己賺進健康與活力 還有紀念品和摩彩券可以拿 讓民眾在新的一年中 擁有好的開始 因為我是三星之後想爬山 然後跟家人一起出來就很開心 很舒服啊 天氣還不錯 然後很多樹 我覺得還好 因為我還爬過更高的山 五點多就起床準備了 新的開始啊 對啊 走一走啊 健康快樂 很好啊 每年都參加 這個山好走又好爬 為迎接一百一十一年元旦 草屯政公所聯合草屯分圓 及玉蘭等世子會 共同舉辦元旦升起登山見走活動 邀請民眾席家戴卷前來 將軍步道踏青 希望藉由活動鼓勵民眾 除了劍走之外 也響應公益 並推廣在地農特產品 吸引大概有1500位以上的民眾來參加 活動目的是來推廣我們草屯政的觀光 讓更多人知道我們平頂七谷 有一顆千年以上的神木 讓能夠帶動我們草屯政的地方觀光 還有我們有推廣我們草屯的龍特產 北市里的南瓜 還有平領尼的葡萄 歇員廖子又表示 元旦升起健行已經成為草屯政元旦招牌活動 將軍步道沿途生態豐富空氣清新 在總點站還可以一讀千年張樹神木的風采 希望藉由活動不只讓親子同樂親近大自然 進而也促進身體健康 新年新希望 所以透過一個活動能夠來鍛鍊我們的身體 有走到目的地 回去之後也有摸彩的活動 我想這樣的一個活動 也鼓勵我們所有的民眾 大家很踴躍的來參與 也希望說藉由這樣的活動 能夠達到親子還有健身的一個目標 元旦升起登山健走已經邁入第九屆 並結合麻煩小天使協會及創世基金會 義賣團體共襄盛舉 直到中午前都有愛心義賣活動 希望藉由親子登山健走活動 來呼籲社會大眾運動之外 不忘做愛心 記者洪一輪草屯採訪報導